这是因为错过了英伟达而抱着黄仁勋痛哭的孙正义 这是孙正义为了补救自己的错误 赌上了自己和软银的全部身家 参与特朗普的星际之门计划 一方面特朗普正在给AI大放绿灯 打搞AI基建 宣布的投资数字那是一个比一个夸张 这让英伟达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突破4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 黄仁勋因此乐开了花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一月宣布的5000亿美元星际之门计划 在半年后的今天却几乎没怎么落地 被曝严重落后于预期 这是一个解不开的线团 就这么几家公司这些浪七八糟的利益关系全部绑在这 你很难找到一个点把它揪出来 这个事情就解开了 星际之门的这个计划是要在全美大搞AI基建 建设一系列数据中心 其中要成立一个新的合资公司 核心要有四方面参与 主要是由OpenAI和软银牵投 OpenAI负责运营 软银承担投融资方面的事情 然后还有Oracle 它负责实施建设 以及中东的主权基金MGX 它相当于财务投资人 但他们俩的出资额就要少一些了 这里面大家各有各的目的 利益关系非常错综复杂 那么星际之门会烂尾吗 压上全部身家的孙正义 这次能在AI上翻盘吗 自特朗普上任以来 AI与加密货币一起 几乎成为了美国的国策 它直接推翻了很多拜登时期的政策 搞了很多180度的大转弯 最近的7月23号 特朗普又发布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 算是一个国策级的发展蓝图 第一件事就是说 AI太重要了 应该超越党派偏见 你民主党对我们共和党再有不满 但在AI这件事上 我们不要再去争吵 要摆真态度 共赴大业 所以对AI的监管 就应该收回到联邦政府层面 你各个地方的州 就别再去搞一大堆不一样的反规 而联邦政府本身 也要大大放松对AI的监管 比如说像AI不是很耗电吗 那就直接上核电 甚至对环保主义者非常反对的煤电 特朗普现在都要复兴 第二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 都用美国的AI技术战 这一点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最近解除了对中国的H20禁售 这也让英伟达的股价大涨 它背后的逻辑 就是说完全的禁售是愚蠢的 因为中国早晚会追上来 那不如把不是最先进的 第二梯队的都解封 让全世界都离不开英伟达的产品 第三就是要大搞AI基建 特朗普一上任 就宣布了星际之门计划 直接就是5000亿美金满仓干 要用4年时间分5个阶段 建立一个覆盖全美国的数据中心网络 堪比19世纪美国激进的铁路建设热潮 但是在前几天 华尔街日报就曝光了这个项目 表面上夸夸其谈 实际上进展非常不顺利 现在已经半年时间过去了 这个由软银和OpenAI各自粗钱 成立的新公司星际之门 却还没有落地任何项目 整个目标却大幅缩减了 小型的数据中心 所以全市场都在问 星际之门会烂尾吗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 月份那个星际之门原来的那个计划里面 其实它是要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来运营这件事情 然后那家公司是包括 Web投资人 股东 然后极限设施的Oracle 然后有正规的运营方 它本来应该是一个独立的 类似实体的存在 可是现在看上去 确实那个东西非常的难产 因为设计的利益相关方太多了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事情 复杂到什么程度 星际之门背后的利益关系确实非常复杂 星际之门本身是个独立的公司 是由OpenAI 软银 Oracle和中东的基金MGX联合成立 马斯克当时就跳出来质疑说 这个公司的钱根本不够实现这样的目标 这次被华尔街日报爆出来的一个矛盾点 就是软银和OpenAI在选址和能源供应上 没有达成一致 也就是要建在什么地方 用谁的地 用什么店 都没有达成一致 所以半年了这个项目也没有落地 而OpenAI因为着急要有算力 就在缺业初自己跟Oracle签了一个 高达每年300亿美元的数据中心协议 为期三年 这也是迄今为止 人工智能领域最大的云协议之一 也就是我们在同伯的探访中 所看到的这个正在大新图目的项目 但这个协议却没有软银的参与 虽然奥特曼在X上 仍然用星际之门来称呼这个项目 而星际之门计划中的这个巨大算力集群 要想真的实现 最显而易见的就有两大难题 第一是资金困局 第二是工程难题 5000亿美元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它远远超过了60年代NASA的阿波罗计划 即便算上通货膨胀 从星际之门最核心的几个相关方来说 OpenEye一直是处于亏损状态 虽然它的收入在快速增长 但要想达到500亿美元或者说1000亿美元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很难说需要多少收入 才能证明星际之门这种量级的投资是合理的 OpenEye在2024年还是亏损了数十亿美元 预计2025年收入能达到100到130亿美元之间 但这跟他签署的长期算力合同相比 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 那对于软银来说 软银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 尽管孙真义在1月承诺 要在第一期投资心意之门1000亿美金 但软银手头是没有这么多钱的 需要一边做一边募 孙真义早年就以高风险 高回报下大赌注的投资策略而闻名 但因为Vwalk等等这些失败的案例 而遭受了重大的亏损 软银基金的回报也一塌糊涂 那为了推动心意之门 软银不仅要去新募资 或者说背巨额的债务 或者说不断地出售资产 以筹集资金 那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不好说 他甚至我觉得都不是投项目了 他就真的是把身家都压得上 包括跟特朗普谈这样一个新人民制画 拉这样一个大旗 在他自身其实也并没有 没有那么多钱准备好的情况下 并且犒劳我们下最新一轮 几百亿美金的融资 本来讲就是 干一票超级大的是他内心一直以来的想法 还有一个参与方 是来自中东阿联酋的主权基金MGX 也有一定的投资传诺 但很有限 在心意之门计划中 他一开始的投资额仅为70亿美元 这与总共5000亿美元的总体目标相去甚远 肯定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MGX显然不愿意在进展缓慢的情况下 再去孤渡一致 所以当初Information对这个项目的分析 就是软银和OpenEye分别投190亿美元 Oracle和MGX分别投70亿美元 但这些加起来只有520亿美元 只解决了5000亿美金的十分之一 剩下的钱是要靠公司去融资 或者说通过债权去融资 那融资方式呢 主要也就是这两种 一是股权融资 软银的业绩 因为之前的愿景基金的大失败 能不能融到这样规模的钱 是一个大大的问候 要是债务融资呢 那就需要有偿还计划和定期的付利息 以目前的收入规模和未来 一至两年的预期来看 很难说能实现多大的债务融资规模 之前庄明浩老师就算过一笔账 如果按照5000亿美金的盘子 中间3000亿是股权 2000亿是债权 那股权部分呢 你现在真的很难找到 能吃下这么大量级的基金了 比如说整个软银 愿景基金的AOM 大概是1000多亿美金 但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钱 都放在这一个项目里 那谁还会愿意投资这么多钱进来呢 而对于债权部分 现在每债每年4到5个点 如果就按4个点来算 2000亿美金的债权 哪怕是一个永续债 不需要去还本金 但你的收入在初期 能顶得住这个利息数字吗 OpenAI现在呢 自己跟Orako达成了协议 总共要提供4.5GW的算力 耗电量相当于两座以上的胡佛水坝 足以满足约4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 但要想建设这样规模的数据中心 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需要购买昂贵的芯片 目前OpenAI和Orako签的4.5GW的项目 差不多就是250万张GPU的规模 还要想办法获取大量的电力 一个4.5GW的GP200GPU的数据中心 全年365天24小时满负荷运行 预计就需要400亿度电 作为对比来说 日本东京2023年全年的用电量 差不多是1300亿度 这就接近三分之一个东京了 还有芯片和芯片这些传输用什么方案 这种高密度高性能的GPU集群的散热 怎么去解决 扎克伯格曾经也讨论过 一个5GW的数据中心集群会有多大 它几乎占据了整个曼哈顿 这里面的工程挑战想必非常多 不过虽然心意这门进展缓慢 但孙真义仍然说他很看好OpenAI 并希望投更多的钱 过去10年 孙真义筹集了两个史上最大的创投基金 总募资额超过了1400亿美元 但软银愿景基金的回报却是非常的差的 一方面孙真义在Webuk这种高调的项目上的失败 另一方面他错过了OpenAI和英伟达这些重要的AI公司 如今他希望能够修正这个错误 在去年下半年将目光投向OpenAI 正好奥特曼当时也有空前巨大的野心 声称需要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支持 所以从去年11月开始 孙真义就和奥特曼在东京见面 之后孙真义又出现在了白宫 站在特朗普身边一起宣布心理之门计划 在那个14分钟的总发言里 孙真义站在一个脚凳上 感谢特朗普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软银在电视机上的角色其实是很多方的 它既代表了一个纯正义上的投资机构 又代表了某种日本的国家的主权基金的存在 因为OpenAI跟软银的合作公司 也是在日本负责OpenAI的所有AI的落地 烂七八糟的这些事情 然后软银手里有ARM ARM也是参与新意志门计划的核心的利益向万方 孙老板把它所有能够压上的柱 全部压在了这件事情上 它跟日本政府的关系 它在日本的AI的落地 它手里的ARM 然后软银都不能是软银月影基金 是软银集团的未来的AOM 我觉得全部压在这个上面 那确实赌得蛮大的 不过对AI进行巨额的投资 也确实符合当下市场的主流叙事 从今年初 Deepseek带来的冲击 现在的趋势又转变了 市场更倾向于认为 仍然需要大量的算力投入 仍然需要大量建设数据中心 所以包括英伟达 博通 台积电 还有跟数据中心相关的Oracle AI云计算公司CoreWave 做数据中心制冷的Verti 甚至负责店里的GEV等等公司 都在暴涨 美国的科技巨头们 也都在AI上疯狂卷资本投入 微软 Meta 谷歌 亚马逊这四大巨头 AI CapEx的总额 达到了惊人的3200亿美元 比去年增长了39% 在上半年的市场里 AI热情在硅谷还在持续 最热的话题就是 AI忍强化学习 多模态 AI coding等等 而很快 全市场瞩目的GP5就要发布了 如果被证明 Scaling Law仍然有效 科技巨头们 对AI算力的消耗将进一步增强 所以无论心理之门如何 它也许最终会以我们 都没有想到的方式变形 但所有人对AI的投入 无意会带来新一轮的打击件 和各方势力的重新洗牌 你认为心理之门 能够成功落地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我是硅谷101的 特别研究员刘一鸣 我们下期再见